我们在说民主法制是台湾的资产 非常珍贵资产怎么样把它保存下去 那么台湾要持续的前进跟进步 但是林英雄说了算吗 相信很多人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接受 关于核能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玉主席您怎么看 我们才会说到 这是林英雄的电价时代即将要到来吗 因为太多的真相其实没有交代清楚 但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核能问题是个很复杂的 是有专业的 但是我用最简单的字来说 通常我们都是做生意开源接流 那么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 这个庭源接电 这个就是大家要不要了 这个来源没有了 或者减少或者换 那我们必须要接电 那么我们人民愿不愿意 是这样应该很清楚可以理解了吧 我简单说其实刚刚金兰提到 我必须提我们现在的 整体的新能源政策 一定是要简单减碳吗 总统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讲了多久了 到底我们的用电量 或个人平均的用电量还是世界第二 我们个人仅次于美国 但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好好推动 那以企业来讲 我们企业已经 银索率从25%降到17%了 我们的水价电价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我们的贷款利率也是银行利率也是最低 那结果企业有那么高的竞争力 结果真的给回馈给我们劳工了 所以为什么昨天有那么多人去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希望说 不管是节能减碳 不管是企业 应该拿出他的良心来 节能减碳都要做 民进党是在8年 我也没看到陈瑞宇做 今天马英有做的不够好 我们要检讨国民党 大家都很公平 可是你除了节能减碳以外 核能的安全 核能的基础 是台湾唯一 我们是岛国经济 没有能力去跟他买电 跟大陆买电你敢买吗 没有人敢买 所以留核能一个空间 留给后人来做一个决定 所以马总统才做出一个决定 核一场是我选区 我现在最担心的时候 时间到他停役了 电不够怎么办 现在林医雄主席主张 就是给他准时除役啦 核一核二三场 通通是准时除役嘛 海玲姐没电可以受得了吗 当然受不了啊 所以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用点智慧感 好好解决 不是现在说喊就喊 说停就停 尤其像我在十几二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很穷 是没有人气的 可是现在的小孩 没有人气